消失七年的春花再次出现 已经变成了一根根的白骨 究竟怎样的原因让它被埋尸荒野 一个大活人失踪了七年 他的家人又为何没有报警寻找 事情发生在安徽省潮湖市 2007年7月20日 闷热的空气夹杂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氛 在这个僻静的小村庄里迅速蔓延 因为这天的一大早 村南头的河畔旁突然出现了大批的警察 办案人员的谨慎更是引起了村民们的无限遐想 几个小时之后 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 警方竟然在河畔旁的地里 挖出了一个人残破不全的骸骨 在村民们互相猜疑议论的同时 见一个结果很快也就出来了 这个被埋尸荒野的死者 正是本村之前的一个村花 名叫王玉芬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七年前 此消息一出 在这个本就不大的村子 直接就炸开了锅 因为几乎全村人都知道 王玉芬在七年前就独自去往了外地 就连王玉芬的父母 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自己明明在外地打工的女儿 怎么就被埋在了家乡的荒野 他们也不敢再继续往下想想了 因为女儿外出打工的消息 正是自己的女婿亲口告诉他们的 而这么多年来 每每谈到自己的女婿 老两口对这个朴实内向的女婿 在心里总觉得有一丝的愧疚 老人的女婿叫尹赵文 和死者王玉芬是自由恋爱结婚 王玉芬长相俊俏 是当时同龄小伙子们心中公认的村花 尹赵文长得也非常的帅气 而且性格脾气也不错 所以从小异性人缘就非常好 自从两人谈起了恋爱 他们就成为了村里人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对 回后不久 王玉芬就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身边的左邻右舍 曾一度把爱爱的两人当成了羡慕的对象 不过这种和睦的家庭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 突然有一天尹赵文下班回家后 发现妻子竟毫无证兆地失踪了 她找遍了整个村子 最后在一个村民那里得知了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 妻子王玉芬竟然和同村的一个女孩去往了火车站 而这个消息瞬间让尹赵文感到了不安和愤怒 因为与妻子同行的这个女孩在村里的口碑和作风相当的差 身边时常会出现一些不三不四的异性 她不明白妻子因何会突然不辞而别 又为什么还要和那样的女孩结外同行 被各种不安的情绪困扰了两个月以后 尹赵文竟然接到了妻子从珠海打来的电话 她刚想要问清楚事情的缘由 妻子的电话就被旁边的一个男人夺了过去 虽然不知道电话那头的陌生男人到底是谁 不过尹赵文还是听出来了 这个人也是他们本地口音 几天以后妻子竟主动回家来了 看着妻子若无其事的样子 尹赵文也并没有急于质问此事 她开始暗中的观察 而妻子表现出的种种异常 更是让尹赵文心里感到困惑不已 自从王一芬这次回来之后 一个个陌生的电话开始频繁不断的打到家里来 从那以后往日和睦的家庭氛围被中日的争吵所代替 夫妻二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终于有一天一个怒气冲冲的女同事讲出了一番话 让尹赵文瞬间明白了妻子这样做的目的 直到这时尹赵文算是彻底知道了妻子的所作所为 正式对她的示威和报复 事情的起因发生在妻子离家出走前半个月的一天 尹赵文夫妻与妻子的一个好友小秦一起吃饭 而这个小秦恰巧也是尹赵文的同事 席间小秦一句脱口而出的闲聊 引来了妻子王玉菲的一场暴风咒语 王玉菲当场就和好友翻了脸 而且语气相当的难听 妻子莫名而来的怒火把这场聚会搞得不欢而散 王玉菲的大体小作让尹赵文就得颜面扫地 第二天她向女同事小秦主动道了歉 而尹赵文这一举动竟彻底激怒了妻子 她觉得明明是自己受了委屈 丈夫不仅对自己没有丝毫的安慰 反而急着去跟另一个女人道歉 随后妻子王玉菲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 庆幸的是在丈夫的极力阻止下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 对于妻子这一系列过激的行为 尹赵文不仅没有揪其原因 反而觉得妻子有些不可理喻 实际上妻子这种不良的情绪 早在生完孩子后就已经产生了 看着自己身体上发生的变化 一种不安的心理情绪开始不断的出现 那些曾让她引以为豪的外表上的自信 也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淡化 反观丈夫尹赵文不仅没有任何改变 甚至还增加了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 一边惶恐不安的同时 王亦菲开始排斥丈夫身边所有的异性 而平日里不善言谈的丈夫 并不知道该如何消除妻子的这种消极情绪 直到那次不欢而散的饭局之后 王亦菲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或许是为了报复 又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依然有魅力 她不仅有预谋的接近那个女同事的丈夫 甚至用一次次的离家来羞辱自己的丈夫 就在妻子反复离家回家之后 引让明从医院里得知了一个 让他极为愤怒的难堪是 欢迎他出来 他日中对我说 是杨姓 日中就问我这次 他要你在外面符合的 杨姓就是幸福 在林村来讲 这种病 第一个人说 第二个传出去 也很纯 明年接人 我到时候心情 我到时候心情肯定是很纯 因为我 就是我的事 我自己根本就成为灭 灭灭灭灭灭 那段时间 尹赵薇变得更加的沉默寡言 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解开心中的困扰 以及和妻子之间的矛盾 他曾多次想过离婚 但是看着日渐长大的儿子 和双方长辈极力的劝阻 尹赵薇只能默默的消化着这一切的委屈 但是突然有一天 尹赵薇得病的事情不知被谁传了出去 这种事情一旦传开 几乎就预示着 不可能再在村子里继续待下去了 此时尹赵薇 唯一想到的办法 就是赶紧逃离这个地方 看着妻子这般的态度 想想这些时间心里承受的委屈 还有即将面临着村里人的嘲笑与议论 压抑在尹赵薇心里的那座火山终于爆发了 他一把将妻子推着在沙发 然后死死掐住妻子的脖子 而此时那张曾经帅气朴实的面容 变得恐怖且猙獰 几分钟过后 妻子不再挣扎 尹赵薇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不过悲剧也已无法挽回 内心良久的挣扎 并未让他做出正确的选择 为了掩盖罪行 他将妻子埋在了人际罕至的郊野 七年时间 尹赵薇都以妻子离家后 再无消息来搪塞周围的邻居与亲朋 看着独自一人带着孩子的女婿 岳父母在心里 时常也感到有所愧疚 常年单身的尹赵薇 也终于有好心邻居 实在看不下去了 为尹赵薇又说了一面亲事 由于尹赵薇再次张罗奇婚事 王雨菲的父母也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蹊跷 两位老人随即到当地的判处所 为女儿报了失踪 当调查人员为王雨菲的失踪找上门的时候 尹赵薇非常痛快的交代了自己杀妻埋尸的整个犯罪过程 一桩被掩盖了七年的杀妻案 至此终于真相大败 2007年12月 安徽省朝护日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判决 尹赵薇因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好的各位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更多故事可以来我的频道观看 咱们下个故事再见